好地球正陷入水深火热当中 来看希腊罗德斯岛野火肆虐情况相当危急 目前还一路蔓延到东南岸的滨海度假村 迫使将近两万名游客和居民 是紧急撤离到学校和收容所 尽管如此还是有数以千进的民众 他们现在也被困在海滩上和街头 而现在人类呢渐渐感受到气候变迁 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英国的金融时报更形容 世界进入到极端高温时代 将会影响到许多产业重创经济活动 迫使企业要调整营运来适应新环境 原本在风光明媚的海滩上 享受日光浴的游客 被阵阵浓烟打断了原本的游灾 只见熊熊烈火正在沙滩旁边的树林 蔓延开来 希腊知名的观光圣地罗德斯岛发生野火 约有一万九千名住在岛屿东南方的观光客 和当地民众遭到撤离 当地官员表示这是希腊有史以来 因为野火而进行的最大规模撤退 其实火势早从当地时间18日就开始蔓延了 但大部分的观光客在火势还没逼近之前 都一直被安慰说不用恐慌 直到22日当局才开始撤离饭店游客 让许多观光客甚至还得徒步逃离 有没有足够的游客 去移动800人 但热已经来过了 热已经来过了 所以我们都在岛屿 我昨天在这个游泳里走12公斤 在这个游泳里走12公斤 它花了4小时 雖然撤离的过程相当混乱 但游客对当地人的帮助依然暂不绝口 一名游客在当地的电视访谈中表示 当地商店提供逃难观光客水和食物 并拒绝收钱 也有当地民众协助开船撤离观光客 希腊过去一周的气温都突破了摄氏40度 而除了罗德岛之外 希腊各地也都有发生野火灾情 然而气候变迁所造成的影响层面 恐怕比灾难更广泛 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极端高温将会造成工厂设备损坏 水支援压力俱增 和让人热到不想工作 预测每年会损失2%的总工时 怀疑新闻 方一知综合报道 中国山东青岛市这里有 这个美丽的海滩而闻名 是各国游客的旅游胜地 但是最近呢 这海滩上有个新亮点吸引民众来打卡 是一群名为巧克力大爷的大叔 他们肤色有黑充满活力 而且这一群中老年大叔 他们有着丰富的游泳经验 时常驻扎在青岛海滩上 危急时刻还能够充当救生员 因而声名大噪 受到网友热烈讨论 中国山东省青岛市的沙滩上 一群名为巧克力大爷的人物 近期备受关注 而这群巧克力大爷 到底是由谁组成的呢 我就是巧克力大爷 一群中老年大叔在沙滩上 席地而坐 有黑健康的肤色 在阳光下格外吸睛 他们就是青岛的最新特产 这些巧克力大爷们 都是游泳好手 最少有二十几年 最多则有超过五十年的 丰富游泳经验 最高龄的甚至有九十七岁 他们时常驻扎在青岛海滩上 晒太阳聊天 还有人直接把沙滩当成露天健身房 我们是自发的 自我的健身追求有关系 特别是新冠以来 提倡到大自然中去 接触阳光 海水 沙滩 特别是日光月 能增加人们的抵抗力 特别是对抵抗力差的老年人 除此之外 巧克力大爷们 还具备一个特殊能力 昨天下午冲过来一个救生艇 载着一个溺水的人 看见人群中吧 就出来这个皮肤幽黑的大爷 上来大手帮忙 非常默契 由于巧克力大爷们 十分熟悉水性 而且对青岛沙滩的气象 水温潮汐 海流海浪等 都撩若指掌 因此只要听到有人求救 他们就会毫不迟疑的前往救援 青岛的巧克力大爷 总统参选人的考题之一 而新加坡一直以来 就是非常重视双语政策 究竟新加坡的双语政策 如何推行 实际的影响又是什么呢 一块来了解 新加坡一直以来 非常重视双语政策 多语言发展之下 成功将新加坡打造成 国际金融中心 如今台湾推动 2030双语国的口号响亮 也成为2024总统大选 蓝绿白总统参选人的考题之一 在推动双语的政策上 赖青德还有克文哲 都与新加坡为其典范 不过新加坡究竟是 如何打造双语国 问题又是什么呢 1965年 新加坡被迫独立之后 以双语兼优为教育目标 但因为多数学生 没有办法兼顾两种语言 1979年开始 新加坡放弃双语兼优政策 改以英文为主 华文 马来文 谭米尔语 等母语为辅的政策 为了就是宁愿毕业时 英文好也不要两个语言 都不好 因此到了2019年 新加坡已经有 71%的华人学生家庭 在家里主要说英文 比1999年的42%大幅增长 新加坡发展双语 成功与国际接轨 而在双语环境中 长大的新加坡年轻人 又是如何看的呢 我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语言 双语政策 双语政策顿时成为台湾 教改的重要目标 实际影响是什么 究竟台湾人学英文 跟新加坡人学英文 能不能相提并论 新加坡的前车之鉴 值得参考 以上就欢迎新闻 特派记者 门又成在新加坡的采访报道 乌俄战争目前的最新进展 双方现在是在黑海地区的冲突 不断的升温 俄军当地时间23号 再度朝乌南的港城 敖德萨发射了19枚的飞弹 结果造成两个人死亡 22个人受伤 甚至把一座历史悠久的世界遗产 东正教大教堂 都炸到只剩下断源残壁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愤怒谴责俄罗斯 发言要对攻击者展开抱负 原本华丽庄严的东正教教堂 被炮火炸得狼狈不堪 奥德萨的居民冒着建筑物 倒塌的风险 亲自走进废墟中进行清理工作 这座大教堂 不仅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为珍贵的世界遗产 对于当地居民来说 也别具异议 在黑海战情升温之际 二居于二十三日晚间 朝乌克兰港都奥德萨 发射了十九枚飞弹 其中也包含目前乌克兰防空系统 无法拦截的搞马脑飞弹 这波行动不但造成 这多东正教教堂 几多东民在毁损 还有不少平民伤亡 乌克兰总统 刘泽伦斯基也立誓要展开报复行动 绝不容许二军肆意破坏历史文物 并且伤害无辜平民百姓 与此同时 乌克兰外交部也在推特上发文 指控二军的行为是永远不会被遗忘和宽恕的战争最新 欢迎新闻视频宣众和报导 西班牙大选的最新投票结果已经出炉了 没有单一政党获得了半数席次 反对派人民党拿下136席位居第一 现任总理领导的社会劳工党只获得了122席 接下来各政党就要组成联盟 否则就会出现左右势力均衡的僵局国会 外界分析如果保守派的人民党 跟极右派的民生党成功组成了政府 那将会是西班牙 1975年来弗朗米格独裁统治之后 第一个极右权政权 西班牙大选投票结果出炉 西班牙现任总理桑杰氏 在当地时间23日晚间向支持者宣布胜选 不过事实上开票结果显示 右翼的人民党在这次选举中赢得了136席 社会劳工党仅获得122席 而与人民党结盟的极右派民生党 获得了33个席次 和社会劳工党联合执政的极左翼会总联盟 则获得了31席 不过相较于原本民调预期的人民党大获全胜 这次选举没有单一政党 获得超过176席的绝对多数 左派联盟还是有机会继续执政 因此形成了两大党都各自宣布胜选的奇景 由于人民党和社会劳工党都没有过半数 双方都将各自寻求更偏左或更偏右的政党合作 极右翼的民生党在选前主张 出动海军围堵非法移民进入西班牙 捍卫西班牙的劳动市场及文化 相对的 左派惠总联盟是欧盟最支持绿化政策的国家之一 今年西班牙大选不通于以往在冬天进行 而是提前至夏天 也导致许多符合投票资格的民众 因为酷热的天气而放弃投票 未来两派如果要组成联合政府 各党将会进行种种协商 而协商过程有可能延续很久 西班牙有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 都不会有新政府的出现 欢迎新闻方言之综合报道 以色列国会将会在当地时间24号 针对极具争议的司法改革法案来进行表决 不过就在前一天的晚上 大批反对法案的示威者 走上了耶路撒冷街头 要求要撤案 这项司法改革是由总理纳坦雅胡发起的 他将限制最高法院的监督权 给予执政者更大的决策力 示威人士担心这是在大开民主倒车 高举以色列国旗向政府发出怒吼 好几万名以色列民众 当地时间23日走上耶路撒冷街头 要求废除争议的司法改革法案 这项由总理纳坦雅胡发起的法案 将限制最高法院撤销政府 不当决定的权利 反对人士担心 这将是对政府滥权打开大门 威胁民主 这是我最重要的事 我一直在生活在以色列 我来自阿杰尼亚 从一个独立的权力 我们希望这些人 是在黑暗的政府 以为我们自由和正义 我们感觉 没有良好的想法 我们很害怕 我们不能听到 不过就在同一天 以色列第二大臣特拉维夫 则是举办了挺政府示威 示威人士批评 这是左派在企图动摇 纳坦雅胡政权 根据民调 46%的民众反对这项司法改革 支持的则是35% 民意呈现分裂状态 欢迎新闻 许浩铭综合报导 华府的三位高官 在接连访问中国之后 外界就好奇 美中关系会如何演变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23号受访的时候 他透露 两国政府间的沟通 似乎已经有些缓和了 不过双方还是没有 重启军事方面的对话 另一方面呢 布林肯也在一场论坛当中 谈到了这场乌恶战争 他说现在基辅的反攻 还是相当艰难 恐怕还要再持续 好几个月时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出席在科罗拉多州 举办的阿斯本安全论坛时 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CNN的专访 在专访中他提到了 美国在近日和中国进行的对话 他说 美国正在美中关系方面 建立一些稳定性 在关系底部建议成基底 确保我们的竞争关系 不会演变成冲突 虽然布林肯表示 近日的谈话 有让双方关系回到正轨 但自从今年稍早 中国间谍气球事件后 双方在军事方面的紧张关系 并没有获得缓解 尤其是上次他出访北京时 提出双方应该恢复 军事间通讯的要求 并没有获得中方的回应 而针对乌俄战士 他则表示乌克兰目前 已收复了大约五成 被占领的领土 而俄罗斯想要完全占领乌克兰的计划 也完全失败了 他也说乌克兰和俄国人不同 他们是为自己的国土战斗 为他们的未来 他们的国家 跟他们的自由而战 而这是这场战争的胜负关键 但结果不会在 接下来一两周揭晓 美国预估还要几个月 才能看到冲突的结果 而针对为什么乌克兰前线 急需的F-16还没抵达 他表示训练人员和调动资源 从决定使用到真正投入战场 需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 因此乌克兰人 还需要更有耐心的等候 欢迎新闻发言知识综合报道 国民党全奈会 喉含两人展现大团结 让燃银支持者的士气大震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就透露 侯友宜的民调 在金浦聪操盘之后 上冲了2-3个百分点 而资深媒体人黄阳明也分析 现在对侯友宜来讲是立空进出 在国民党已经定于一尊 郭台银选不选 反倒是对柯文者影响较大 加上绿营集中火力打柯 现在就是侯友宜民调反弹的最好时机 救护车已经将我们的上换 再出我们的站在现场 带领大批官员来到淡水视察 万安演习 全代会结束后 新北市长侯友宜脸上挂满自信笑容 因为现在不止选情逐渐好转 知识媒体人吴子佳更透露 在金浦聪操盘后 侯友宜的民调已经明显提升到18% 侯涵大团结更能让民调冲一波 我跟韩市长大家都是为国家努力往前走 大家加油 我们一定会胜前 深蓝支持者归队 让蓝银有如吃了定心丸 知识媒体人黄阳明也分析 侯友宜已经定于一尊 郭台银到底要选不选 反倒影响不大 反而会吸纳不少向柯文哲靠拢的 经济知识选票 再加上日云加大 打磕火力 现在就是侯友宜 立平支持度反弹的最佳时机 最重要还是我自己 我们要坚定自己的步伐 全力以固赢得最后的胜利 如果郭台银独立参选的话 至少现在原本稳居第二 可以往第一发展的那位柯文哲 可能会被拉的影响很大 大概至少三成的柯文哲的资责 会因为郭台银独立参选而抛中 只不过选情好转 党内依旧有杂音 立委郑立文在节目上喊出 若是九月民调没有起色 要侯友宜做好心理准备当柯文哲副手 我尊重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 简短的尊重两个字 全内会后侯友宜立空出镜 接下来把握时间冲刺宣情 要让民调强力反弹 欢迎新闻张商与王毅德 新北采访报道 您还记得上次放台风架是什么时候吗 撇出2021年有一次周日台北释放台风架 已经1400多天没有台风中心登陆台湾 不过按照杜苏瑞目前的走势 从原本的北部威胁大 但是现在太平洋高压势力强劲 一路把杜苏瑞往南压 变成南部和东部首当其冲 现在反倒是花东还有高平地区 放台风架的几率比较高 艳阳高照晴空万里 但可别被这天气给骗了 气象局预估最快在25号 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上一次台风架是2021年9月 参数台风席台 不过刚好适逢周日 民众放台风架很无感 这一回睽違1400多天 没有台风登陆 让上班族也喊话来个台风架吧 一定会很希望说 可以放个台风架休息 偷懒一下 台北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不会进来 有的话是很好 没有也没办法 天意 四年没有放了吧 所以多少有点期待 有放的话我会当成小缺席 没放的话其实是也还好啦 会不会放台风架 还得看老天爷脸色 气象局预估 26号暴风圈碰触台湾陆地 27号全台都要严防 志在性豪雨 尤其东半部累积雨量 恐怕超过200毫米 目前东部和南部首当其冲 27号的时候 它的中心是在台湾的西南方的 这个海域通过 就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 那这个风雨的这个情况呢 可能会一直持续到 就是礼拜五的这个上半天 那西半部地区 要达到这个放台风架的 标准的机会就会比较低 因为太平洋高压强劲 八度苏睿往南压 换句话说 对北部威胁相对减少 预计花莲台东 屏东高雄 放台风架的几率比较高 其实蛮期待的 对啊可是也是 蛮担心就是台风 从南部这边上来 怕有一些就是 对灾情 也只能在家 你不可能到处跑 因为外面什么东西都没开 然后要去哪里玩 就没有办法从事户外活动 那还是在家比较安全 台风架两样勤 但杜苏睿来势汹汹 这时候还是要趁早做好防台准备 看安心 环宇新闻林围凯宋军 以黄萱萱 台北高雄采访报道 杜苏睿台风禁逼 全台严阵以待 台南大内区落离进入产期 农民今天忙着修剪枝叶固定枝条 并且加强果园排水管理 而高雄子官农民也趁着天勤控党 抢收叶菜 另外水利局也整备各地抽水站 确保正常运作 做足防灾整备 拿起长长的杆子 修剪落离树梢上的枝叶 还有底下的枝杆 也要固定仔细 就是因为杜苏睿台风来势汹汹 防台 我们在高雄的人 基本上不是防台高大作 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观念 以前根细的东西 盘的就倒 这张倒了 后来你再把银银银银银银 那就不如倒下 稍微倒一倒地给它挖 另外一头高雄的农友也忙不下来 一一采收装箱 趁着天气还晴朗赶紧抢收叶菜类 能收多收啊 台风啊 如果台风来我还有很多菜也是会有损失 在雨前的话 在雨前的话在那火情最便宜的时候 一公斤差不多在那十几块十几块 这两天因为已经有落下来 后边这段期间整个工需有点少 它的工需比较少的时候 所以价格的话有调高 这两天来到一公斤 差不多平均价格中价在那三十几块 南台湾备战台风防災 至于北台湾也没有闲者 桃源市长张善政市查巴的农区 防灾准备情形 毕竟这杜苏睿可是被视为惊吓最强台 全台风墙宇宙才刚要开始 欢迎新闻综合报道 民进党立委林淑芬 爆料遭到不明人事口吓 透过外送平台 要求外送员到置物柜取枪 再到他位在卢州的服务处开枪 还要求外送员必须要清空弹夹 警方获报之后成立专案小组 发现是一名郭姓男子犯案 他向警方公称 这么做只是为了好玩而已 没有任何的政治立场 但林淑芬说 希望警方可以厘清犯案动机 也不排除是自己平时问证风格犀利 得罪了其他利益团体 所以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警告他 外送平台鸣系 有人花钱请外送员到立委服务处开枪 还必须清空弹夹 订单上直接放上了枪械照片 而遭恐吓的就是民进党立委林淑芬 他到底是要采取行动或者只是纯粹 要有恐吓的警告的意味 那这个事情非同小可 国安的问题通常也会以社会治安的方式来呈现 警方调查原来是国性外送员自导自演 自己发单接单 而事发前一天就曾在林淑芬 位在新北芦州的服务处附近徘徊 闲犯事后还亲自打电话到立委林淑芬的服务处 说这样做只是因为好玩 没有任何的政治立场 不过今天服务处也拉下了铁门 对外暂停服务一天 林淑芬从政经验可说是相当丰富 25岁就当选了台北县议员 做了两届后挑战立委 已经连任了五届 2024打算继续争取连任 她也是新北市最资深的女性立委 立委任其一揭开顶星废游案 日本未标等事件 是不是因为问政风格犀利 这个引起人家这个报酬 等个几年不晚 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排除 因为法案上的改革 或者是公共政策上的 这个意见的不同 而侠院等了很久要报复 距离大选约半年时间 各项活动也如火如荼的展开 却在敏感时刻传出立委服务处 遭到恐吓 索性迅速逮捕嫌犯 但究竟是开玩笑 还是警告恐吓意图 都还有待调查厘清 欢迎收看张文轩带訊 来自新北采访报导 好 晚安演习期间 不但所有人车都禁止通行 连外送平台也暂时停止接单送餐 但是演习期间 接近午餐时间 让很多外送员 就怕送餐送到一半 碰上演习 所以都决定提早暂停接单 造成很多店家做好的餐点 都没有外送员的状况 外送等待的时间也大幅拉长了 有人是11点就订餐了 等到下午1点半 足足2个半小时才等到午餐 想从外送员手中 拿到这份鸡排可不轻松 因为碰上晚安演习 所有外送平台暂时关闭1小时左右 有民众抱怨说11点就订餐 但时隔2小时后才拿到餐点 打开外送平台 等待外送的时间不断往上升 从10分钟一路延到35分钟 让民众真的等不下去 这样还蛮不合理的 他其实应该在平台上面 应该先提早告知说 可能会延误 怕会没有得吃 东西也会坏掉 没有吃到便当不是很可惜 提早公告去做一些配套措施 会比较好一点 不会让他们自己的客户 或是说支持他们的外送员 会有一些措手不及 外送平台付Panda规划24到27号下午1点到2点 会在演习区域暂停所有外送服务 Uber Eats也宣布下午1点15到45分 暂停外送跟外带自取服务 但可能是比较晚通知民众拿不到餐点 店家透露可能是因为外送员不足 但也抱怨生意受到影响 当家会直接被关闭 没有外送员来送单 可是中午下午的生意比较好 或者是外送没有单的话业绩差蛮多 不少外送员不敢贸然去取餐 就怕晚安演习拿到餐点就动弹不得 更怕违规可能得吃上罚款 对啊人比较少了 每一个电阶都有了 很赶的赶快跑一跑赶快 对此外送平台也针对受影响的民众 提供优惠券表示歉意 一年一度的晚安演习 碰上用餐尖锋时间 让很多民众意外饿肚子 欢迎新闻周晨辉 为了与那台北采访报道 最具爆点的正式内幕 攸关荷包的财经动态 解析社会万象 探讨国际大事 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 请锁定 还有一把转